涉嫌动手攻击网红蔡阿嘎的陈姓祖贤 现在在新北市的领口落网了 那么骑车舰的董西共犯也被逮捕 所以两个人都被抓了 嫌犯说呢 他跟蔡阿嘎是在网路上曾经爆发过口角 所以他才会奋而犯案 但是在攻击的前后他蒙讲电话 疑似是在回报整个犯案的情况 那么尽管蔡阿嘎说 他自己并没有汉人结怨 但是传出很有可能是房屋的装潢纠纷所引起的 埋伏的嫌犯看见蔡阿嘎骑车等红灯 拿起铁锤就朝蔡阿嘎的右脚猛K 随后转头迅速落跑 警方掉以沿路的监视器 就在他脱下口罩穿时掌握长相特征 5号傍晚在他上班的排气管改装厂 将他逮捕到岸 这一只嘛 对 没错嘛 车指认范安石的铁锤 呈现主嫌脱下咖啡色外套 全身黑色外套加上黑色包包 跟头戴黑色棒球帽 全是案发当下的穿着 而他的老板董姓男子 则因为是共犯 双双倍带回砧板 警方从离口一家排气管改装厂 逮捕两人 25岁的陈姓主嫌没有任何前科 而他的老板董姓共犯 则是有妨害自由等案底 当时陈姓男子攻击得手后 跑了四公里 由董姓男子骑车接应 而早在案发前两天 男人还乘骑车前往现场勘查地形 警方证讯时 陈姓主嫌宣称 因为之前跟刹嘎 在网路上爆发口角 才会不满犯案 主嫌说半年前 因为刹嘎一段排气管影片 留言后遭到刹嘎回响 最近看到刹嘎的影片 感到不满才会埋伏打人 但案情真的有那么单纯吗 据陈姓嫌犯来表示 他在去年暑假 在网路上有与那个 蔡姓网红 因为网路上的留言 有起增值了 那金额才报复 赛嘎去年四月拍下自家千万豪宅的开箱影片 撞谎过程从无到有 每个阶段都仔细介绍 但传出疑似房屋撞谎过程 曾出现纠纷 会不会是彼此闹不合警方还要调查 但根据警方了解 早在陈姓主席案发前 就不断打电话 另一头疑似还传照片给他确认 案发后甚至还回报电话 回报状况 让警方高度怀疑 背后疑似另有主谋 网路上面是互相什么东西 跟蔡姓网什么纠纷吗 为什么要打蔡姓网啊 陈姓主席说辞反复 疑似不敢说真话 东西共犯则是必重就轻 究竟打人的真相违和 只能近代司法调查 雨昕正好报道